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发生了一个宇宙级的特大新闻 Russia 俄罗斯 他转头求助北朝鲜 结果普京呢 求助北朝鲜 你猜金正恩说他什么 金正恩就说 你疯了 你太疯了 金正恩告诉俄罗斯 你说啊 普京啊 你现在都已经真的是山穷水晶了 我看着新闻一看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真的是求助地球之王 朝鲜真的是地球之王 不跟外国打架了 就天生梦自己在家玩 反正我想发导弹发导弹 美国我都不怕 地球之王真正反美的国家 你像古巴 我说实在话 他反美也就嘴巴叫一叫 维特瑞拉也是 维特瑞拉能有什么武器啊 几个大炮啊 剩下的反美的 中东伊朗 伊朗他敢平时像朝鲜一样天天发导弹啊 他也不敢了 中国天天反美 中国哪那么敢反美啊 领导人之旅全在美国 最多嘴巴就是战狼 比如说关门 放狐击净 最多这样 但是地球之王 朝鲜金三胖 那是真正的反美 真正 真正的反美 美国大学生到了朝鲜 直接被干成植物人了 然后送到美国 送到美国之后 金三胖干了什么事情 他把一封医疗账单 200万美元发给美国 说美国你要把我的医疗账单 负了 想象一下 真的是反美啊 等一下 等一下请静音 请静音老 静音我 不好意思 就金三胖这么一尊 这地球人有哪个君主 他能做到 你看看 杀他的王主 那一个月吧 在土耳其大使馆 把一个记者给杀掉了 他敢杀美国人吗 地球之王 金三胖做到了 所以金三胖 你别说 金三胖 吊什么中国 吊俄罗斯 习近平 普京 金三胖 连美国总统都不屌 都不在乎 美国总统见过三遍 新加坡 河内 三八线 什么感觉 导弹想发射就发射 往那个日本海打骂 打不打得准呢 人家不在乎打不打得准 放出去就行了 而且就在昨天 美国 美国宣布在黄海 进行航母的大规模演习 为什么呢 因为朝鲜要发射 洲际弹道导弹 这弹道导弹 可能要打到美国了 地球之王 就是人家发射导弹 不通知邻国的 想发射就发射 你说这 乖不着 普京一看 这个人很 我关键的时候 我要打电话求救 你说你普京 你都三穷水尽到啥地步了 你还不直接跪下 跟美国直接求饶 你别把自己当大哥 你就是说白了 你就有三流国家 你要是真的是个 就是说 有实力 如果你俄罗斯真的有实力 美国也不会这么制裁 把你制裁的这么狠 让你半个月就成为 放大版北朝鲜 让俄罗斯成为全球 制裁最多的国家 都超过了北朝鲜 北朝鲜 屈居第三 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 五千多项 北朝鲜 屈居第三 两千多项 你看 我说实在话 俄罗斯你要是真的有实力 你要真的强 经济实力跟美国一样 美国二十万亿 你呢 十万亿 你到美国一半 那美国也不会说制裁你这么狠 美国为什么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制裁你普京这么狠呢 美超不出口给你用了 美超现金 美元不给你用了 澳元英镑不给你用了 石油 领空关闭 石油 煤炭 钢铁 禁止进口 所有的快递 国际邮政 医疗产品 美国的高科技 全部禁止出口 它是禁止向俄罗斯出口 你俄罗斯要是真的说经济实力很强大 那美国的苹果 他也不好意思离开 举论人说美国的企业 哎呀 就是道德高尚 他才撤出俄罗斯 他不撤行嘛 他不撤美国这边就加大制裁 参议院刚今天刚刚宣布 宣布通过法案认定 普京是战争罪犯 战犯了 没收 他的他的那个就是 俄罗斯寡头就富豪那些游艇没收 都这样了 我说实在话 如果你俄罗斯经济实力真的强 比如说苹果手机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苹果手机 是你俄罗斯人买的 那 那美国可能制裁你 也不会下手这么狠 因为你的那个经济啊 跟西方的连接并不密切 你的经济总量只有1.6万亿 现在的话估计只有8千亿啊 你1.6万亿还没有韩国高 没有中国的广东省江苏省高 你对外的贸易也就是石油天然气 欧洲对你的依赖就是说白了就是天然气 石油 当然石油那口从中东好满 天然气是确实比较依赖 问题是这个战争一开始啊 俄罗斯运往欧洲的石油 大部分要经过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一打 过不了了 还有北溪二号停掉了 北溪一号又被俄罗斯停掉了 所以俄罗斯他现在想卖石油给欧洲去赚钱 做不到了 那欧洲现在正好春天要来了 现在如果是十二月份那可能真的惨了 现在的话已经三月份了 很快就天气暖和了嘛 不用天然气了 因为俄罗斯里的实力太差了 就是第三世界 你比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歹这生产能力给全世界生产了 从2000年到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商品 手机电脑 全人类 包括床啊 屋顶啊 什么窗帘啊 等等啊 衣服啊 所有的商品加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老共 最近20年生产了全人类的一半 跟美国一年的贸易量六七千亿 顺差一年四千亿美元 你就想象一下 买多少德国的汽车 美国的苹果手机 他这个他还是有庞大的人工跟市场 跟西方国家跟美国 贸易太密切了 跟哪个国家不是上千亿的贸易量啊 那你说的俄罗斯呢 差距太遥远了 再说你高科技啥都没有 我们身边有什么高科技啊 我刚刚看到新闻 说你这 说准备跟中国求助要中国提供军用口粮 你饭都吃不饱了 俄罗斯你可是农业生产大国啊 你饭都吃不饱了 那你现在是不是准备跟朝鲜要军用口粮啊 朝鲜没跟你要已经算是对你对你人之一惊了 你金山棒直接说你you are crazy 太对了 crazy你疯了 你找我要援助 我没跟你要help就不错了 真的 所以世界三大独裁者 普京 习近平 近三胖 这歌山啊真的是 三出鼎立了 三出鼎立了 各位中国的朋友啊在中国的赶快跑 真的 时间不多了 拜拜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我的视频了 拜拜